一二三 三二一 三二一 一二三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智慧瑞奇又重出江湖了 看到那一桌的红红彤彤的东西了吗 是这样的 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跟大家试吃的焦麻牛肉吗 没错 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亲爱的小伙伴岳培同学的赞助 他又给我寄来了非常非常多好吃的辣头牛品牌旗下的其他品类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试吃三种 在试吃之前呢 要先跟大家来仔细的介绍一下 辣头牛到底是什么牛 首先呢 这个品牌是一只非常可爱又呆萌的小牛 没错 他就是聚悦配东西说 这是他丈母娘亲手炒制的炒料 重庆开州地方人的特色配方 据说好像是已经祖传好几代的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 怀着一颗期待的心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要试吃的三种品类会创造什么样的好吃的奇迹 嗯 第一个先来跟大家试吃一下我最喜欢的牛肚 然后接下来会再跟大家试吃 还在内测中 不好意思 我将会成为第一个吃鸭脖的人 还在内测中的鸭脖 最后一个呢 就是鸡爪了 嗯 其实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吃鸡爪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所以吃鸡爪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没关系 鸡爪交给我 鸡爪是我的最爱 所以 就把它放在最后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开袋啦 这个迷人又非常诱惑的时间 每一次到这个时候 我的口水就已经流出来 现在给大家开的是牛肚 大家看 哇 我这倒出来这牛肚 每一个都这么大个 我先来尝一个啦 嗯 还是我们上海吃的椒麻牛肉嘛 嗯 同样的配方 在牛肚身上 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 大家知道牛肚 是要嫩着吃的 然后 你嚼到 汤开始嚼的时候是椒麻牛肉 那个配方的香味 就要中间的时候你能感到那个牛肚的滑嫩和Q弹 然后嚼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牛肚的香味就全部释放出来 好评 根本停不下来 鸭脖 我觉得这个对于 喜欢吃的我 但又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自己的我 非常的有用 来来来来来来 包装类的鸭脖来展示一下 嗯 这就是 纯手工炒制之后直接真空包装 来 它的分量吧 刚刚好 就是 想吃到闯的话就多来几包 就当你想尝 想吃 馋了的时候 但是又不想一下吃太多的时候 就非常 就非常合适 嗯 先来跟大家尝一个 嗯 嗯 我只能说 丈母娘是亲丈母娘 配方也是亲配方 还是同样的配方 鸭脖身上有不一样的演绎 首先这个鸭脖肉非常的厚实 嗯 每一口下去我都能咬到 厚厚的一层肉 嗯 然后 嗯 虽然是浇麻鸭脖 保留了麻 麻胃和辣胃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刺激 我忘记 吃哪一个鸭脖的时候 哦 它那个辣胃真的是辣到我 中途就不得不去喝水 洗舌头 然后才能继续 嗯 这个就刚刚好 不会特别辣 嗯 麻味和香味都非常的平衡 好我要留点肚子吃鸡脖 我的天啊 你不要这么对我的鸡脖好不好 我无法抑制我激动的心情 因为我在吃了那个牛肚子吃鸡脖之后 我就已经 已经 来来来来 来一个完整的到镜头前展示 按耐不住了 我抓着这个 大一点大一点 对嘛 嘴头拔屎 这个鸡爪才拔屎 来来来 来来 好 接下来我要去吃这个鸡爪了 嗯 嗯 这是什么幸福的叫声啊 嗯 啊 同志们 你是不是要吃哭出来了 看 看到那个肉在弹了嘛 然后 但是 有的鸡爪 它弹 它弹 它弹得太极端了 就让你嚼着泪 看这个呢 就不会 有一点弹 但是呢 又很软很糯 就这两者的平衡 让这个肉嚼着很香 嗯 最关键一点 骨头和肉的分离度不会很 不会很极端 它不会很散 让你觉得 像有一些鸡爪好像是 加了软 骨化 骨头的软化剂 一进去那骨头都酥了 这种吃着 就心里有点小怕 然后有的呢 就是硬到 那个筋哦 就跟那个 橡皮筋一样 嚼也嚼不动 扯也扯不断 这个就不会 因为我觉得平衡度做得很好 很好配料 大家已经听我的说法了 真的是 虽然它的配方 它的味道 它的主调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不同的品类上 我们刚吃了牛肚 鸭脖 这个是鸡爪 在不同的品类上 结合不同的 这个 肉质 还有 肉的这种香味 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目前为止 我也是吃了 椒麻牛肉 然后牛肚 鸭脖 鸡爪 四种 但是 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个 大家看一共有 没记错的话是 八种 不对十种 十种品类 不过吃归吃 我在这里还是对岳佩同学肃然其境 你想想 这个 重庆 重庆开州的丈母娘 用祖传的配方 天然的炒制 零添加 又非常的健康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这些品类 基本上的基调和主味 就是这种 花椒 椒香 然后加上 又麻又辣的这种感觉 天然的椒麻 最巴实 让你吃起来又开心又舒服 嗯 我觉得它的这个辣头牛品牌 果然是 味道 还有整个 对于这个品牌的思考 都是非常的有诚心 在里面的 That's why That's why That's why 啊 这也是为什么 我 我们录制视频 想跟大家推荐的理由 那么 测评了四款产品之后呢 就不在视频里继续诱惑大家了 如果大家已经被成功的诱惑的话 就欢迎大家去 亲自尝一尝 然后 亲自感受一下 我们辣头牛 重庆开舟 手工炒制 林天佳 健康的 焦麻巴士的感受吧 好